六四临近 各界的反抗声音不绝于耳 世界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 有要求平反的 有反对中共统治的 不可思议的是 北京街头出现了 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书 号召军队参加茉莉花革命 六四人士指出 中国民间抗争力量正在形成 今年平反六四对中共独裁的呼声更加强烈 六四22周年临近 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 海外民运人士在网上呼吁中国人民 在6月4号那天 走到各省会城市广场 心中默默地悼念那些 22年前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年轻生命 香港支联会也发起放风筝活动 仿校六四当时 学生们放风筝 表达要民主 要自由的做法 呼吁中共当局平反六四 民主风筝活动自1993年起 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 而电影纪录片《流亡》21号 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日文版的首映式 这是一部纪念六四22周年的电影 由数版人参加了首映会 当影片里出现鹤枪实弹的军人 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开枪 市民背着负伤的青年学生 呼喊救人救护车的历史尽头时 很多观众流出了热泪 在六四中 被坦克车碾断了 双腿的学生领袖方正 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今年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很高 但他认为中共不会平反六四 不过他发现中国人民在觉醒 民间的抗争力量在聚集 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执行长刘英权也表示 今年平反六四活生会更加强烈 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六四不平反是好多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所以今年可能人们会以更加感觉的态度 来要求中共平反六四了 今年六四活动还出现在欧洲 一项主题为 今年六四聚焦反共的倡议书中写道 六四过去二十二年了 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却在往后退 直接原因 治标不治本 我们不能再默认中共伪政府代表我们了 因此今年六四纪念的主题聚焦反共 而在北京的总政歌剧院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剧院对面 则出现一张告示 这张以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名义起草的 高中国人民解放军书 号召军队响应茉莉花革命 书中写道 1989年 这个党为了一家一性的利益 开天辟地地在全世界的注视下 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们 给病入膏肓的政权做了一个大手术 又活了二十年 到了执政末期的中共 成了政治权贵压榨中国民众迫害民主法治的代言人 战士们 你们是人民的儿子 你们是父母的儿子 人民的军队不是中共特权阶层的鹰犬 看家护院的家丁 更不是卡扎贝一天一千美元报酬的国际雇佣兵 亲爱的战士们 一百年前在武昌 一个营的兵力 一声枪响 结束了丧权辱国的清政府 今天 谁向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衣冠禽兽集团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开第一枪呢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宋峰 萧妍采访报道